柯文哲怎麼說呢 他說我們必須要認真工作 回應369萬張選票的期待 所以中央黨部增派人力 支援黨團的運作 協助委員監督施政規劃法案 監督預算 真的好棒棒 所以是國會計算他這樣講的道理嗎 立法院真的欠柯文哲太多了 真的 全國人民都欠柯文哲太多了 你看不是他計算國會 是他還去支援國會黨團 民眾黨黨團 我就問了嘛 這個立法院現在三個黨 三個黨都有黨團 這是依我們立法院組織法規定的 三個月都有黨團之外呢 立法院每年要編列預算 這個去查預算書 立法院自己不是審行政部門的預算 他也要審自己的預算 立法院的預算書裡面 有一個稅出的項目 裡面就是什麼 黨團費用 你立法院要出各個黨團的費用 行政費 辦公室 電話費 電費等等 合想很重要叫什麼 助理費 每個黨團都有助理費 誰出的 不是民眾黨出的 民眾黨黨團的助理費 也是立法院出的 你我他大家納稅錢出的 我們納稅錢 每個人都有輸到 鄧斯基的朋友都有輸到 幫他付薪水 好的 楚音有帶過來 就是這個這個立法院的這個有沒有 稅出計畫裡面就有提到了 黨團助理費 這個助理費什麼呢 他不是說你黨大一點 我給你多一個 國民黨比民進黨多一個 我給你多一個 不是的 大黨國民黨 這樣子的助理 次黨民進黨 也是這樣的黨團助理 超小黨八個人的民眾黨 也是這樣助理數 好啦 你只有八個人 同樣的這一群助理數 人家是可以服務五十幾個 兩大黨都五十幾個 你八個人的 也是這樣的助理數 那還是因為你們的 智函姐姐他薪水比較高 所以你其他人手不足 所以還要用你中央黨部的人進駐去 說是去支援立法院黨團 我就問那你就講清楚 到底未來你們民眾黨 黨團裡面 有多少是來自中央黨部 你們民眾黨中央黨部出錢的 還是說是你把中央黨部的人 放到立法院民眾黨的黨團 去領立法院的薪水 如果是這樣 就是寄生國會 如果不是這樣 那就好棒棒 你真的是還出錢出力 那柯仁川說我自己也是 我自己也是 還認真的跑去開會 他也可以說他有貢獻 但是昨天定宇講了一個 我覺得很重要 他說什麼叫寄生 這個生物學上是有道理 不是應該你出現的地方 就是寄生 班什麼叫寄生頭 當主席通常不會出現在立法院 你每天出來那邊 趁生量就是寄生 你本來是民眾黨中央黨部的黨工 不管是誰也好 比如說陳志涵等等等等 本來是發言人的 現在都跑去了 如果他處理的不是黨團的事 那請問是不是寄生國會 就是寄生國會 但是我相信 柯文哲這個人是這樣 他只要看風頭不對 他就會轉 所以他可能過兩天又有新的說法 但是寄生國會已經是事實 他們不但寄生國會 他還想寄生藍軍 所以希望藍軍能夠給他們 換一個招委給他們 那以後還可以跟他們要一些什麼東西 這就是柯文哲的算盤 他不但如此 還寄生黨團的餐會 國民黨黨團跟民眾黨黨團 你們出三長 我們出三長AA制剛剛好 結果六個人 那不是六個人 那是七個人 都那個柯文哲 文哲大 你是算什麼的 你是算民眾黨的吧 還是說沒有你們AA制 我這份吃套餐 每個人出自己的 我是見證人員 則上我只是來吃飯嗎 可是他有吃 有吃要算錢 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是一個很會拗的人 但是他這個alpha 民眾會不會接受 我覺得不會 所以他的那個 最近做美鳥電子報 做的那個 覆感度最高 就是民眾黨 所以我覺得人民不買單 那請教壹串哥 因為課水主編又來了 柯文哲說 因為我一個人來立法院 比八個人到黨不方便 所以我一個人來立法院就好了 好啦 那現在吳思耀委員就說了 為什麼這個 現在黃國昌會直接嗆聲說 是新潮流才寄生國家 是不是打到痛處了呢 所以民眾黨要轉移焦點 可以一日雙塔 那為什麼不願意走到立院 六百五十公尺的民眾黨中央來開會呢 一日雙半不願意走嗎 為什麼不直接走到這個民眾黨中央 要跑到立法院 因為去民眾黨中央水電會 要柯文哲大 當然也幾軍來這個黨團 民眾黨都教不乖 三年前就發新過了 三年前不是有這個新聞嗎 民眾黨有二十個黨工嗎 包括文宣部嗎 什麼財務黨嗎 智庫嗎 全部都在三百二十個 都沒有主理種的 直接走進去 那情緒也不好意思 跟人家走 因為知道那就是民眾黨的人 還有那個新聞 看到一個空間 說哪裡可以用嗎 要把他打開 要把他打開 要把他綜貓 我們想說都要讓他們贏 柯文哲 我們有賓醫生給你 一個月薪水五十幾萬 加加班費六十幾萬 這都固定的 你們合部八個留費 民進黨的黨團 跟你們同樣的費用 合部五十一的 國民黨合部五十二的 你們都不夠贏 你們還需要派人來 來這個黨團 我自己啦 你要協助黨團的 很簡單 你當中央黨部就好了 現在都有手機 傳一個耐奶 收集什麼資料 你們黨部 創很多電視的 要健康的都可以 趴趴又傳回去就好了 到需要去那邊 占民眾黨的黨團的位 去那邊占 搞不清楚 黃國山 走進去說 你在幹什麼 你在幹什麼 你怎麼在這裡 他說 我是黨中央的 不好意思 我不是黨團 不歸你管 這樣人家怎麼管理 他們裡面有分嗎 分說我是領黨團的 這個領黨中央的 這個有助理政的 這個沒有助理政的 這個走進去 不用識別的 這個要換政的 你怎麼有看到 你的公司 你們人走進去別人的 組織上班 有人跟不成這樣 柯文哲 你也不用說什麼 寄生 寄生 你的錢怎麼來 你民眾黨一年 中央給你們多少錢 一一塊 一一差不多五六千萬 那錢送給你的 你也是花那些錢 什麼寄生 你 柯文哲是說寄生我 他說黨團寄生我 那錢怎麼會柯文哲 千八錢領出來 那就是剛剛 不是 這是國家給的 政黨票一票五十塊 給你四年 一張票差不多 我們分到兩百塊 所以他們一年 領一億 所以柯文哲 不要弊比那有的 你就乖乖的 把該原來留在黨團的十到十六個助理 就留在黨團 其他都刮回去你們的黨中央 民進黨也是這樣 民進黨的黨團都也是黨團公非助理 要開的當然也可以去 可是不必要說 你在什麼黨中央還要派人進助給黨團 還要領什麼領用的薪水還要派過去 這種的違反你自己說的 公開透明 不然你現在告訴大家 現在就是立法院民眾 每一個人都領什麼人的薪水 跟外界解釋清楚 我想小草業 很想知道不要這樣模模糊糊的 好 所以請教除英委員 因為柯文哲現在說了 不要理民進黨 民進黨沒有什麼可以罵的 所以才會罵我寄生國會 但是柯文哲遇到一個很大的難題 因為外有韓國瑜跟他增聲量 對內有黃國昌跟黃珊珊的進合 柯文哲的2028有沒有辦法再戰 可能現在這四年非常關鍵 我想先用柯文哲的一句話 先回給柯文哲 就是說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他最喜歡講這個 那麼現在到底是 立法院編了預算 然後可以讓你民眾黨 該怎麼用就怎麼用 因為說實話 這個話題會吵起來 是因為他們引發了很多立法院的駐衛警 或者是立法院的這些行政人員的困擾 因為你很多民眾黨的人是不換證 然後就想要刷臉就進去 那如果你很多人來要換證 就會變成是每次遇到你們大隊人馬來的時候 大家就在那邊排隊然後填證 那造成了不必要的困擾 因為說實話這一屆立法院太多新委員 有一半是新的委員 對於這些立法院的駐衛警 或者是立法院的這些公務人員來講 他們的壓力已經蠻大 因為他們真的很怕委員不認得 各文化委員還要帶了新助理 結果你柯文哲又帶了一堆人來 但是我要強調的是 那句話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如果說你民眾黨就是喜歡去寄生國會 又或者是就是喜歡把這個民眾黨 在立法院的一些資源 甚至於立法院的一些水電資源 都納為自己的 你就是喜歡卡油 我不要用寄生好 就喜歡卡油 反正就是你黨中央的部分 是屬於你的錢 你想能審得審 想要卡中央的油 我也不想一來一回 在這邊跟你口水戰 只希望你們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該辦證就去辦證 但是為什麼柯文哲 他在一個這麼近的距離當中 他說就是因為 CG是不是 好來這邊給你拍 我這樣講 就是為什麼這麼近的距離 他不願意讓他的黨團成員走 他今天的說法是說 因為我一個人我來服務就好 如果你這個邏輯說得通 那我請問一下朱立倫 你們有51個立法 52個立法委員 所以以後朱立倫 是不是中常會或是朱立倫的會議 都到立法院來開 到立法院的黨團辦公室來開 他們現在最大黨 人最多 委員這麼多 所以你會發現 柯文哲說來說去都會有 但是我只是要講 美的角其實就藏在流量裡 因為過去柯文哲是流量之王 他要在哪裡哪裡都會有新聞 但是你看他現在一日雙塔 如果不摔跤 有人會討論他嗎 你看他都要博到苦肉記 肉博記 摔一跤 我們才要討論 那他如果每天都苦手在他的這個黨中央 請問還有誰會理他 他被你罵他也是流量啊 所以他一定還是會不屈不撓 他現在已經退一步講什麼 他現在已經退一步講說 就我來驅救一下 因為八個人要過來 很麻煩 你知道他那個身段已經從 我是男子漢 然後現在已經說 我來我來我來服務大家 那種感覺 為什麼 因為他的聲量就是書黃國昌 就是書黃珊珊啊 你看我們剛一開始討論的是誰 是黃珊珊在前面 先看黃珊珊能不能選上招委 所以說對他來講 那更不要講還有韓國瑜 所以對柯文哲來說 不來立法院 沒新聞被你們罵 沒新聞最慘 壞新聞也是上新聞